还有感情也变得一样了吗 来看名模隋唐传出和男友姚云浩感情生变 和隋唐同家经纪公司的好友徐伟宁 他今天出席公开场合 也说这几天隋唐的心情很难受 也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男人 我们联系给记者林文婷 是的主播今天下午呢 徐伟宁盛装出席活动 不过对于好朋友隋唐呢 在昨天宣告 难过坦诚他和姚云浩的八年感情终于结束了 徐伟宁呢其实也为隋唐感到相当的难过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其实我不太了解 毕竟感情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啦 所以不太清楚说 到底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其实身为好朋友 我觉得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好姐妹 可以能够很开心 然后很勇敢 我最希望的就是这样 说我有没有意外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 对我来讲其他这些事情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好好的 是的其实徐伟宁也表示呢 早在昨天之前呢 隋唐的他的心情呢 就一直非常的低落和难过 而他也一直陪在隋唐的身边 希望他能够度过这个 这一段难过的情观 也更希望呢 隋唐在沉淀一段日子之后呢 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 以上是我们用你掌握的这些情形 主播 好我们看到呢 好友徐伟宁谈到隋唐情变呢 他是期待呢 隋唐能够找到更好的男人 谢谢大家